Hello,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件產品 Solay的A74 我之前是用A73的 由A73轉來A74 它的手感各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它是用了新的操縱介面 還有有些按鍵換了 最大的更新就是它的旋轉平 旋轉出來就方便很多 以前的按鍵可以上下轉 還有它將錄鍵位置設在上面 就比較舒服一點 之前是在中間C1這個位置 就更尷尬了 掛繩這個位置它不再條條繩 基本上它是不動的 設定了 有些阻離在這裡 令到你不會條繩發來發去 它這裡的鍵位置 就給我們一個全的HDMI口 給我們 之前小的那個很脆弱的 很怕它會弄斷 它這裡原本是曝光寶常的 現在就設成自定義 曝光寶常真的不太經常用 我是手動擋來的 所以就都可以的 它依然給我們兩個卡槽 一個就是SD卡用的 另外一個就可以用它新的CF Express卡槽 還有它這裡多了個轉 可以給你分成影照、錄像和S&Q的 這個都頗好用的 但是我撥的時候其實是有點不舒服的 即是不是很順手的 可能它鎖的這個鍵位 反正我是覺得不舒服的 因為它要按實才可以再轉 變得有時候 我覺得會重新鎖地的手才會取得到 重新鎖地的手指才會取得到 它的菜單是更新的 我用一下的話都OK 但是我喜歡設定我自己的收藏夾 將我日常基本上用的 我做到收藏夾 我直接在收藏夾中選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每一頁去翻 所以這個新的介面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大區別 性能呢 4K就會裁設 Clock了做APS-C畫幅 係數要成為1.5 這個就比較雞勒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如果不Clock的話 它就基本跟S3是差不多的 就變成沒什麼人去買S3 應該很多人會買M4 所以它為了分開那個產品 4K就裁設了 正數上S3是可以拍240針 而它最高只可以拍120針 有一個功能我很喜歡 就是它一錄鍵的時候 屏幕是有紅色框 就是知道是錄的 我用M3的時候有一次試過的就是 我按了錄鍵 但是它自動停了 我沒有看到它的IEC關掉了 所以我一直在錄 然後錄完再看才知道 原來是沒有錄到的那一段 就變成很尷尬 它現在多了一個紅框給我 我就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在錄 就比較清晰一點 它的屏幕的成像是比M3好看了很多 基本上我是看到它是否中招的 以前的話我也會偶爾放大 看看它的招對不對得上 現在基本上都不用了 至於它新的對焦輔助 我個人是沒有什麼用的 因為你看到你的對焦之後 但是就看不到你的構圖 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我的功能 我是一般都不會用的了 它現在基本上外面市面價 就是基本上官網價 我是官網價買回來的 如果你是A7 M3 想升 M4 我覺得是值得升的 如果你的M3成身比較新的話 你賣出去其實補回一些錢 應該一萬元不夠就可以換到一部了 如果你去澳門的地方訂購 還會便宜一點 便宜多大概一千多元 差不多一千多元 對人民幣 那如果是S3和M4比呢 就真的看你個人需求 如果你是需要240針 還有你需要更強的感光呢 那S3是你的需求 如果你這兩樣東西不是太硬碎的話 我覺得M4是比較適合一點 性價比也會高一點 今天就到這裡 歡迎下次收看